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上海中医研究所的林海同志 气功是祖国医生伟大保护的内容之一 在两三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形成用气功粮化自并 那么气功,它的为之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救生解析 所以在去年春天,我们就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研究科研究所 施作,共同开展,气功关系,德国之基础的判寝 在上海杨泽克研究所,物航生同志的设计和操作之下 经过一年多的法国试验证明 我们这七公司所发泛的卖气 确实能够产生并不同于土同人的一系列的活力效应 我们从现在科学院的一系列上,接受到了几种性质 这里边有逼平调制的弘外性质 有经典性质,有磁的性质 还有一种,有的同志认为是唯有的性质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性质或其他的之所性质 这有大于今后,我们经过的探索和免质 总之,这些实验正理 气功确实是有其物质基础 它所产生的某些特殊相像和特殊作用 绝不是什么独术的能性质 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性质 它是人类生命相像的一种特殊形象 使用我们肯定研究的科学 而进一步开展气功研究 并将我们对生命科学的研究 开辟一个掌声的团队 下面我们请顾寒生层次做气功无理效应的实验 下面我给大家做几个气功的实验 第一个是零后层的发光信号 它是第一批受第一批掌握调制的红外辐射 下面是零后层做气功实验 这一台是寒素纪录仪 这一台是低温红外测温仪 零后层的发光信号是从手先让劳工学委发出来的 它的发光部位离探头一米一远 现在请零后层做实验 鸟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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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